大家好,我叫丹 我要自己介绍一下 我是澳大利亚人 这是我第一次拍一个中文视频 我有个怎么学习中文的博客 其实是一个怎么学习 某一个院的一个博客 你们可能看一下 在chinese-breeze.com 对,所以我现在还在 我的国家澳大利亚 但是下个星期我要去中国 首先我要去北京 旅游一下,以后我要去南京 学习一半年中文在南京大学 所以我要每个星期 每个星期拍一个 拍一个视频 告诉你们我现在做什么 和给你们展示 展示一下我的中文怎么样 我进步快不快 所以我还是学生 所以尽管来 我做了的话 尽管来告诉我 做一个comments 告诉我我应该说什么 因为说实话 我的中文还说得非常不好 但是只是我去中国的原因 所以呢 我 我还 我还不太知道我应该怎么说 我应该说什么 我快要去中国 我现在学习很多 因为我 因为我 我听说在中国没有很多人 会说英语 在南京也许 有一些人会说 但是我 我想 我想用我的中文 生活 租房子 在大学深情 什么什么 所以 对对 我应该学习很多 对对 所以 你们 你们会 看一下 每个星期 你们会看一下 我的 我的视频 现在 我没有很多东西 告诉你们 因为我还 我还没去过 但是 我希望在 下个星期 我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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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说 我 我可能告诉你们的 学习 更多 所以呢 我 应该去 谢谢你们 尽管来告诉我 我错了的话 这个非常 非常好 因为这样我会 我可能 学习一下 好的 再见